就在最近一直在美国围堵华为的事情上 保持观望的法国和德国一反常态地给出截然相反的信号 支持华为 到底怎么回事呢 据观察者网在7月21号的消息显示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·勒梅尔在正式场合表态 法国不会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5G业务 我们不歧视任何运营商 不过在谈话中布鲁诺也表示 一切安排决定都会基于战略与国家安全利益为出发点 而在本月初 法国网络安全局也曾表示 不会禁止法国运营商使用华为的5G设备 但也不鼓励 有意思的是 同为欧盟中拥有话语前的国家德国 则在上周进行过表态 5G建设没有理由单独排除掉一个公司 而在本月初 德国的国防部长卡伦·鲍尔 也曾就美国向中国的各种无缘由制裁行为进行过点评 对中国施加的各类强硬措施 不过是让它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有分析人士认为 欧洲几个拥有话语权的大国进行不同的表态 恒大概率也是在进行试探 即中国与美国是否会对这些不同行为进行怎样的反应 而这样的代价又是多少 在一段时间后 西方国家会在因 法 德 义 四国的不同举措得到的结果中进行下一步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 法国当局的态度摇摆不定 但是华为被美国围堵的事情倒是激起了不少法国人的愤怒 华为与阿尔斯通一样 虽然是两家公司但却是一个故事 阿尔斯通是当年全球交通运输和电力基础设施领域的巨头之一 他的出现直接抢占了美国通用公司的国际市场 而在屡次交锋受挫之后 美国开始动用国家力量直接逮捕了阿尔斯通的CEO 群龙无首之下美国直接向法国施压 导致美国通用公司轻松将阿尔斯通收购 有法国网友十分尖锐地指出 美国之所以变得富裕 不是因为他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聪明或更努力 而是因为他经常性地使用蛮力和卑鄙的手段 来窃取其他国家的资源和产品 结果还反过来指责其他国家盗窃 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 有支持者表示 美国一直有使用卑鄙手段攻击商业竞争对手的传统 有法国网友认为 华为如今也处在和阿尔斯通同样的情况 但至少华为的背后有中国支持 而阿尔斯通背后却没有 除了法国一些爱国派的在心中愤怒之外 所谓友好的欧盟国家全在看笑话